嗨 请问 请问近现代最具影响力的 投资交易大师是谁 你脑子里是不是蹦出来那些 巴菲特索罗斯这种名字 你要是去华尔街 那个交易一层走一圈问一问 有一个名字 八成是出现频率最高的 他就是被奉为交易之王的 Jesse Livermore 杰西利弗摩尔 怎么样 听说过吗 我跟你说 作为小林的高端观众 这个名字你得知道 我觉得他基本上 可以算是上个世纪 最厉害的大空头 到最后都甚至做空美国经济 以至于金融大亨 像JP Morgan 还有美国政府 都得舔着脸来求他说 哎 老哥 咱别弄了 咱收手吧 再不弄的话 这国家就完蛋了 但是这还不是他最强的 他之所以被奉为是交易之王 是在于他的思想 如果你要想了解二级市场 了解交易 了解炒股票 让我推荐一本书 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 有个叫做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股票做手回忆录 这个书其实就是 蒋刚我们说 那个交易大王利夫莫尔 他有点那种半自转形式 讲了他的交易策略 和交易思想 虽然这本书 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 但是他却丝毫没有过时 交易最深层就是人性 你要想战胜市场 取得超额收益 那你就得战胜自己 战胜你自己的非理性 我们今天的内容 是不是很有深度呢 不光有深度 还非常的有意思 小林也是下了血本的 我又去重奔了一下这本书 当然把里边一些 精华思想上提取出来 又把很多 有些不适用的 就把它扔掉了 把这些精华呢 嚼碎了 揉烂了 掰开了 送给你 还不赶紧点个赞 首先啊 虽然杰西利福摩尔 这个名字非常的重要 但是他实在是太难读了 以小林的惯例 我们还是给他起个代号 就叫做交易王 交易王是1877年出生的 是不是是清朝 已经是两个世纪之前的人物了 他出生在马省 然后他小时候呢 家里就很穷 所以14岁的时候 他就离家出走了 那时候啊 他兜里只揣了 他妈给他的五美金 就开启了他跌宕起伏 而又传奇的一生 那个年代啊 美国有很多的地方 叫做bucket shop 我把它翻译成股票赌场 就是一个赌场 你进去你就赌 股票是涨还是跌 说白了就是跟买股票一样 但是你不用真的去买股票 我就打个赌 你看看 这是不是就已经是个 金融衍生品了 然后这小交易王 他在平时打零工的时候 就对这个股票价格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经常在看着 那个股票赌场里的价格刷新 然后就寄到他的小本本上 写写画画 在里边找规律 慢慢呢 他就发现 这个股票价格 一般都会在一个区间里边波动 那好啊 那就在这个区间里 我就低买高卖就行了 对吧 只要超过这个区间 我立马就退出不玩了 凭借着这个简简单单的策略 和这个小交易王 对数字的敏感 一个星期就能赚200美金 17岁的时候 就轻轻松松 花1000美金 给他妈买了套房子 他在波士顿的股票赌场圈 就小有名气了 人松外号 吸金小王子 股票赌场里啊 混了两三年 20岁的小王子 就已经有了1万美金了 你可别觉得 1万美金没多少啊 这个是100年前的1万美金 已经远超他父母一生的积蓄了 所以这时候啊 小交易王这个小子 我们就可以把他名正言顺的 拿下来 他妈妈呢 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你想啊 他打赌 对家是赌场 他赚多少 股赌场就赔多少 果然 波士顿所有的赌场 就把交易王列到了黑名单里头 波士顿这财路被挡住了 小交易王就决定要 前往纽约 因为反正我能猜对股市的走势 我到哪都是赚钱 他就愁愁满志 带着他成熟的策略啊 去纽约真正的股市交易 决定要大杀四方 谁知道市场啊 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好 冷猛的双手在他脸上 胡乱的拍打 他那套区间交易策略 放到真正的市场上就不灵了 为什么不灵啊 我们之后再说 一年之内啊 他的一万美金啊 就亏光了 你想23岁的小伙 曾经那么叱咤风云 不能亏了一万美金 就此掩齐息鼓了 对吧 所以他呢 就向好友 又借了两千美金 决定东山再起 你想这时候 要是你 你怎么办 回去老本行 接着干呗 波士顿的赌场 已经不让他进了 怎么办呢 他就跑到美国中部的 一个大农村 在那块儿 又找了一堆赌场进去 而且他为了不被看出来 甚至雇了人来帮他下单 瞬间啊 就跟玩的似的 又赚了五千美金 还了贷款 还净赚三千 然而啊 好景不长 他又被赌场老板发现 又被列入黑名单了 那赌场赚钱这个事 就基本上算是行不通了 交易王就想啊 我老这么小打小闹 干这么偷鸡摸狗的 也不是个事 像我这么厉害的人 我是应该放手 去真正的股市里边 拼搏一下 交易王就痛定思痛啊 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策略 就动物了 这也形成了 他在交易策略当中 第一次的一个 意识形态的升级 在这儿啊 我们稍微解读一下 如果你对这块不感兴趣 你可以跳到这个时间点 交易王前新研究 就发现了这么一个规律 他发现股票价格 其实不是那么随机游走的 总有那么几个关键的点位 就比如说像这个股票啊 它很明显 80和85就是关键的点位 这个在我们现代的 技术分析里 就把这叫做压力位和支撑位 他就发现 股票价格短期 会在这个区域里边震荡 但是一旦突破这个区域 就可能一直往上走 或者一直往下跌 你看交易王之前那个策略 就是在这个区间里头 递买高卖 他当时为什么 到真正的股市里不赚钱 最主要两个原因 首先呢 就是股票市场 价格变化是非常快的 但是呢 他在赌场里看到的那个价格 是有滞后性的 就是经纪人把价格报给我 我决定交易了 再提交上去 这个价钱 就可能已经不是当时的价钱了 第二呢 就是实际的交易成本要更高 而且流动性时好时坏 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他那种短线高频 这种交易 在真正的股市里头 是行不通的 于是交易王就改变了他的策略 你看80到85之间 再怎么波动 油水也不是很多 我要等 比如说这个股票 它一旦跌破了80 假设再跌一点 跌到78 这时候我就要大量的做空 因为它会一直跌下去 我就能捞一笔大的 它属于放长线 掉大雨型的 对交易的时效性要求 就没有那么高了 因为咱们现在经常用一句话说 这个策略呢 可以把它叫做追涨杀跌 当然啊 交易王整个的策略 要比这个要复杂 和详细的很多 只不过这个 我是把它一个比较典型的 用个简化板来讲给大家 大家肯定还是要谨慎看待 这个也就是在当时那种 非常早期还不成熟的市场 你才可能有利可图 那你看现在市场上的玩家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专业 又是机构 央行 政府 好险公司 样化 高频 散户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混在一起 这么个市场环境里 那个机会就算是有 也早就稍动即逝 这个根本思想上的转变 就帮助交易王 进入了他交易的下一个阶段 可以把它叫做顺势而为 那时候正好赶上 传奇金融家JP Morgan 在一顿骚操作家 让这个市场疯涨 交易王正好就借着这个势头 大量买入 短短的半年时间 就把它的3000美金 变成了5万美金 只可惜啊 交易王当时 本来选中了一条腰股 但是呢 就在这山脚下 早早因为胆怯给卖掉 要是他一直hold住的话 他的收益很可能再翻10倍 给他毁的哟 这就产生了他交易的 第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 赚钱的交易 别急着卖 其实索罗斯之前也说过 类似的话 并不是说你赚钱的交易 就一定要持有到天荒地老 只是告诉你说 你要对抗你的直觉 人性在你进入一个交易 这个交易你赚钱的时候 其实大多数人是会想着说 我赶紧把这个 见好就收吧 对吧 把这个交易给锁定 也等着等着 好不容易赚了的钱 过两天再给亏回去 这个原则就是告诉你 要去对抗你自己的本能 好我们接着回过头来说交易王 你看他在股市里头 大捞了一笔 那就是相当膨胀 紧接着就冲进了棉花的期货市场 轻轻松松 就把这5万美金 亏掉了一大半 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小亏的时候 不舍得卖 总希望再能给赚回来 结果到最后亏得更惨 这第二条交易的重要原则 就是应运而生了 亏钱的交易 如果前景你还不看好 就要立刻止损 你看这个和刚刚那条原则 其实是相对应的 如果你买了一个股票 这股票跌了 大多数情况下 人一般会想说 要不再等等看吧 看看它能不能涨上去 甚至有些人还会说 那我要不再买一点 把这个平均成本拉低 再等着它涨上去 毕竟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被亏钱 你看刚刚这两条 其实都是在告诉你 要对抗你自己的本能 为什么呢 你想一般一个好的交易 它是非常难找到 它都是基于你非常严密的分析 那如果你把这个交易 放到市场上去跑 它赚钱了 那说明你这个分析 其实是大概率起作用了 如果你把它卖掉了 相当于你放弃了 它未来可能钱 在更大赚钱的机会 同样反之 如果你开始这个交易亏钱了 那说明你大概率 可能这个判断是错的 这时候不止损 大概率你要亏更多的钱 当然这前提是 你确实是在非常认真的分析 不是在这忙猜忙赌 未来的几年 交易王它的交易策略和思想 也在不断的完善 腰包慢慢的就达到了10万美金 1907年 大量的人群 都对市场失去了信任 就开始去挤兑银行 那这时候呢 我们刚刚说到了 交易王在第二阶段 它的策略就是顺势而为 这次可是把这个精髓 运用到了极致 看这个市场要玩完 那我还不是赶紧做空 对吧 你都快不行了 我赶紧推你一把 不出所料 这股市蹭蹭蹭往下跌 跌了一半的市值 交易王大捞了一笔 这时候美国政府都着急了 就怕再有什么经济危机 他就去找JP Morgan JP Morgan就开始救市 他发现了交易王 在这里边做空 他就去舔着脸 求交易王说 小哥啊 咱别弄了 赚得差不多可以了 该收手了 这交易王一看 对吧 JP Morgan金融大佬 这么大的面子都来了 卖个面子 兼好就收吧 他就把这做空的仓位 都平仓了 反手再来一个做多 不出所料 在众大佬们的救市之下 这股票又涨回去了 交易王一天之内 就赚了100万美金 身价达到了500万美金 这么一通操作 交易王可算是扬眉吐气了 就犯了所有男人女人 都会犯的错误 就是嘚瑟 各种灰金如土 买游艇买豪宅 结交各种名媛 就感觉 整个世界都要我主宰 俗话说的好 吃多了长肉 嘚瑟大了掉毛 为了让咱们这个小视频 变得更加精彩 交易王也努力的演绎着 什么叫做真正的作死 刚赚钱的第二年 交易王又冲进了 棉花的期货市 这时候有一个 号称棉花大王的朋友 给了他一点内部消息 让他去做多棉花 他虽然半信半疑 还是加大杠杠 开始买棉花的期货 结果没想到 这个棉花大王 联合着其他的一些供应商 开始把自己手里囤积的棉花 就开始大量的清仓开始卖 棉花价格就暴跌 哎 交易王又破产 这次的打击 对交易王来说 那是相当沉重 于是他就在自己的 交易原则里边 狠狠地加入了一条 相信自己 别人的话可以听 但是不能全信 用咱们现在经常说的一句话 鸡汤一点 叫做你要独立思考 交易王就只能再 舔着脸去找朋友借钱 希望能够东山再起 这时候他已经39岁了 他比之前那几次 都更加的小心谨慎 整整花了6个礼拜 一笔交易都没做 就在那等待研究 看那个报价趋势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好的时机 当时正好赶上一战 你想打仗的时候 一般金属的需求 都会比较紧张 所以他就把自己大量的资金 都买了一只钢铁公司的股票 当时在98块钱买的 这个公司一直涨到115 可是在这个时间点 他就hold住没卖 运用他第一条交易的原则 甚至又继续加仓加杠杠 最后直到这个股票 涨到145的时候 觉得差不多了 退出 把初始资金又给赚回来 所以你看这交易 是不是大多数情况下 玩的就是一个心理 交易王的策略越来越成熟 钱也越来越多 逐渐的摸透了 整个市场里面博弈的内核 他开始了又一次升级 这也真正迎来了 交易王的全盛时期 又赚的风生水起了 那交易王会干什么呢 会找规律的小伙伴们 可能也都发现了 对 他就又进军了棉花的期货市场 What 不过这次脱胎换国的交易王 彻底摸透了棉花市场的 正确打开方式 就是通过买期货来挤兑市场 一进去就是又是灰色手段 又是利用舆论 打货全盛 第二年的时候 甚至让这个市场上 几乎一丝棉花都买不着了 那美国政府看了 着急啊对吧 这眼瞅着又要来危机了 白宫就紧急派人来告诉交易王 说大哥你来放我们一马吧 你想交易王这个人 还是非常愿意给人面子的 之前卖过JP Morgan一个面子 这看着白宫来了一想 行 这么地儿吧 就收手不干了 不过不得不承认 交易王在这个期货市场里 是越玩越顺 之后又去挤兑了 小麦市场和玉米市场 1925年的时候 48岁的交易王的身价 已经达到了千万美金 这时候他又总结出来了一条 也是我觉得在交易里边 最重要的一条结论 当这个机会 还不是特别明显的时候 不要着急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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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心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是最难的 这点看起来好像很朴实 但我个人觉得 是最精彩的一点 说白了 就是在你还没有一个 好的想法的时候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大家如果炒股 我相信多多少少 都有这样的感触 就是这里边其实最难的 不是说你想出来一个 什么特别厉害的策略 分析这分析哪 而是坐着不动 交易王就在等着等着 伺机而动 1929年的时候 交易王就看到了 市场当中很多的龙头股票 都开始了出现了 略微伪敌的迹象 他就隐约嗅到了危机的气息 这对交易王来说 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你看他之前 做空小麦 做空棉花 或者做空某一个股票 但这一次 他希望做空整个美国股市 为了掩人耳目 他雇佣了100多个中间商 就是经纪人 在中间悄悄的 一点一点的 开始去做空 1929年10月29日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黑色星期二 这天的美国股市 已经不能用惨字来形容了 你看美国政府 之前给他求这求那 这次他是求天求地 求老爷也不好用了 他们最害怕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这次的暴跌 就引发了美国历史上 经济最严重的 大萧条 The Great Depression 黑色星期二那天 交易王回家的时候 他的老婆孩子 已经打包好了 所有的必需品 你想家里有这么个赌徒 他老婆肯定觉得 这么个大崩盘 那我老公肯定完了 我这房子肯定也被抵押出去了 结果没想到交易王 好像大老远活蹦乱跳地跑了过来 宝贝儿 你老公我赚了一个亿 在这个百年难得一遇的机会面前 交易王融会贯通了毕生的功力 战胜了自己的本能 在市场上一片萧条的情况下 我们的交易王利福摩尔 一战成 他发国难财这个事肯定是不好的 不过在当时的那个年代 很多资本家 像JP Morgan 交易王 其实是缺乏约束和监管的 在道德层面上 我们就不做深的讨论了 就像经常有一句话说 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是罪恶 你看这么多财富 90年前的1亿美金 那可以算是富可敌国了吧 但是交易王他过得其实并不幸福 他当时的第二任老婆 中日酗酒 有一次还甚至跟他儿子呛起来 然后开枪 枪击了自己的儿子 差点把儿子的命给要了 他跟妻子离婚之后 发现自己得了失忆症 事业这边 美国发现这么乱 对吧 就成立了监管局SEC 这就让交易王的很多骚操作 都没有办法再进行了 1934年的时候 曾经的亿万富翁交易王 第三次又破产 至于为什么破产 到现在都一直是个谜 而这一次 交易王没有再能东山再起 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 在63岁的时候 他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你看这就是交易王利福摩尔的一生 他从14岁兜里揣着5块钱 就离家出走 然后经历了三次大起大落 三次破产 他没拿过投资人一分钱 自己赚到了一个亿万富翁 最后又自杀了 可惜他也没有守住 他所谓的那些投资和交易的原则 就是因为人性其实是很难战胜的 当然我们肯定不能说他是成功的 他是伟大的 但是他是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 他的这套整个的交易理念 家伙今天是极简化了 其实跟现在很多的大师在用的 还是他这套东西 最后的最后 我再送给大家一个交易王 一个经典的原则 Markets are never wrong Opinions often are 就是说市场永远是对的 而人不是 好 来吧 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林的频道 我是小林 主要把头可端 头可端 发型不能乱 那他这本叫做 《Rimenenium》 给他毁的哟 肠子要毁清喽 哎哟 那首话每多用 我终于唱了 谁知道 谁知道市场的冰 你都在唱